另外第一届花蓮市市长杯羽球锦标赛 从25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宜昌国中体育馆开打 吸引来自北宜花东等地的好手 一同到场来切磋球技 26号的下午市长魏嘉贤也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同时期盼可以透过不同运动的赛事 来提升花蓮市的能见度 同时形塑体育城市的愿景 场上选手一来一往 比赛节奏飞快 时不时还会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的强劲杀球 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 第一届花蓮市市长杯羽球锦标赛 从25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宜昌国中体育馆火热开打 吸引到来自北宜花东等地将近400位好手 一同到场截磋球技 26号的开幕仪式当中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出席 替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颁发奖状及奖牌给获奖选手 那我们相信我们在发联线 有很多的比赛 大大小小的比赛 但是如果市长杯的比赛的话 可以增加更多孩子比赛的经验 那比赛经验是比较难得到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比赛的过程里面 孩子们增加经验之后 未来参加全国的大赛 不会紧张 而且能够从容以对 那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 经由不同比赛的历练之后 也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选手之外 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也能够从容 从容的来对待 那这次市长杯的部分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很多代表的一个 大力支持跟协助 才能够推动这一次的比赛产生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举办 市长杯的各项赛事 让更多的孩子各项不同的运动赛事 都能够在花莲市来开花结果 这次真的很感谢市长魏嘉贤 那很支持我们宇求这项活动 那这次代表会的主席 副主席还有所有的代表们 都非常的支持 也一起支持这样的活动 然后让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 那这样的精彩活动 我们也维持了三天的时间 从25、26、27这三天进行 那今天跟明天就是我们社会组的 大部分在集中在社会组的比赛 那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续 市长杯能够继续的来为花莲市 还有花莲台东宜兰 我们这次邀请这三个县市 那也可以多多交流 那增加我们花莲的羽球的提升 这次的市长杯羽球锦标赛 在团体赛的部分分为社会男子甲乙丙三组 以及一组社会女子组 而个人赛的部分则是分为公开组 高中组、国中组、国小高年级组 国小中年级组及国小低年级组 共10个组别 各组将取前三名颁法奖杯、奖牌及奖状 市长为加先勉励所有参赛选手 都能够有好的成绩 也预祝大家新年愉快 记者许丽琴吉安相报道